七点来了 七点 总统蔡英文结束南泰友邦出访行程 凡帝国门 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以及桃园市长郑文灿都来接机 那么尽管在出访期间 北京反对 但是从来没有阻止我们 从来没有让我们停下我们平外交的工作 在机场发表谈话 蔡英文一度致辞到沙亚 而她不忘再次重申 捍卫民主的决心 为这趟出访行程画下注解 那么拼外交不分年龄 也没有不分颜色 这是我们三年来努力的方向 尽管前面的挑战很多 但我们会继续努力 带领台湾尊严 骄傲地走向世界 韩话要让台湾在国际间站稳脚步 但面临党内初选竞争 蔡英文要如何在自己的连任道路上 站稳脚步现阶段是难题 因为她的强劲对手赖清德 也恢复竞选行程 第一步先透过新书发表 创造话题 发表了以后 我也来看一看 这个执政的经验 跟许多这个 这个治理国家的一些 政策的思维 我去了解一下 面对两强相争 桃源市长 曾文灿谨慎回应 毕竟紧接而来的党内初选 党内如何攻防 优惠民进党有没有筹码 迎战2020大选 环宇新闻 陈明晏 徐国豪 桃源报道 谢谢大家